那到底斷食能不能排毒 是不是先幫我們說明一下 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真的因為食安的問題 吃了太多不好的東西 可能你剛才煲湯喝太多 毒素太多 想喝來一個斷食 就像這些斷食是沒辦法排毒的 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不能排毒 不能排毒 那這個斷食的時間 有時候真的是因人而異 那一般來說 其實超過三天一定會出問題 而且如果你沒有循序漸進的話 你說說中午一餐不吃 我們知道出家人過午不時 他可能只吃兩餐 他可能回教再去月 他到那個月的時候 他會照你之前做一些調整 可是一般人 可是我這樣意思 印度有一個老人 他其實八天不吃 只喝 喝完以後去曬太陽 行光合作用 是虛 他有不去跟嗎 他也會 行光合作用 闭關 玉琳哥 你要不要明天開始嘗試一下 你就變成玉琳上山了 我才有在陽台行光合作用 我們會出雞去拍你的 只喝水 他要這樣請我的時候 我一定不會笑的 那我就可以去念另外一個肉身菩薩了 他要確定他以前肉身 一個搭體的 然後基本上如果說我們開始斷食之後 我們體內的血糖一滴的話 我們要先把你的葡萄糖先拿來用 你現有的葡萄糖 那等到葡萄糖用完了就要用肝臟裡面的肝糖 那肝糖原則上大概只能撐到一到兩天 所以超過兩天之後 你開始要燃燒你的蛋白質 你的肌肉開始燃燒 最後會燃燒你的脂肪 可是燃燒脂肪的時候 你體內的電點就會開始不平衡 你的酸鹼度也開始不好 這時候你要把酸給排掉 這種你尿裡面呢 銅酸會變得比較多 其實這時候你的腎臟就會受影響 所以他說基本上你斷食斷太久了 開始燃燒蛋白質 燃燒脂肪的時候 你的腎臟功能就會受影響 那我們做過一些研究調查 如果你斷食超過三天以上 你的肝功能 你的胃腸道的功能 你的腎功能 甚至你的心臟跟你的腦袋 都會受影響 那最後你血糖太低的話 你本身電気質不平衡 你可能就會休渴 所以說其實基本上 之前大多個活動 就是叫你二三十個小時 對 基本上意思說 其實那個三十個小時 對一般人而言 已經算是蠻大的極限 結果你平時沒有做過的 你這樣三十小時體驗過後 你真的會感覺到 後面那幾個小時 真的 你的身體狀況非常不舒服 所以說你要做任何的這種 斷食療法 不管是任何的菜別 它會有一套教你 從前面幾天開始 從三餐減量 兩餐慢慢進入 然後再過來 要恢復的時候 也不能一次吃太多 我們記得古時候有個 很有名的一個詩人叫杜甫 對 他經過安死之亂的時候 就是因為餓得很嚴重之後 難得找到一個 認識他 請他吃很多 就要吃到什麼程度 吃到才能撐死掉 所以基本上說 基本上你斷食久的時候 你後面的飲食是 慢慢減少 慢慢增加 或你身體的器官 是沒辦法去適應的 所以應哥說 我們說 我們身體要不要大休休息 請知道晚上七八點吃完晚餐 到明天早上七八點 你身體就在做什麼 就在做休息啊 你每天都在日休 你不需要月休也不要歲休啊 斷食不等於減重 大家一定要這個觀念 就是你斷食了 你可能變瘦 但那個瘦可能就只是脫水分 然後瘦肌肉流失 但是它不是脫脂肪 不容易啦 那如果說 當然你有本事斷食之後 把那個體重給維持 那名也是瘦 那樣子 對 然後那再來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們在斷食的話 就最害怕就是那種 就是要減重的那種斷食 它就毛起來不吃 熱量少於八百卡 那那個很容易會造成 就是可能像 就忽然就是心計啊 就會猝死 這是會的 對 這危險很大 其實美國最近有一個很有趣的 是有一家冰淇淋公司 它也推出斷食餐喔 冰淇淋公司 對 但它的 它就是讓這些人吃的是什麼 它一次的療程是四天吃冰淇淋 但它的冰淇淋是沒有乳 沒有牛奶的冰淇淋 它是比如說 就很像那種水果或什麼 它可能就用一些健康的蔬果 做成冰淇淋 那四天是不一樣口味的 等於說也是強迫 你吃了四天的純的 比如說是蔬果或者是大豆 就由他們調配那種健康物質 所以是不是斷食 其實不是斷食 他們斷的都是所謂 外界的尋常的食物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來呢 事實上是相對 為什麼 因為他去參加這個 很好玩 有一個那個雜誌社的人 他就自願參加這個冰淇淋 所謂的四天的這種斷食 四天下來他就瘦了兩公斤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完全沒吃 他只是吃健康的東西而已 替代掉他本來的日常 不健康的生活飲食 所以如果你是這種斷食 對你身體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種是鼓勵的 對 甚至之前曾經有研究說 甚至如果你適當的斷食 對於糖尿病患是有好處的 他們認為對胰島素的阻抗性 那種是有提升有幫助的 所以適當的斷食 或者是用好的食物 代替日常生活的這種斷食是好的 最怕的就剛才婉萍說 那種很激烈的斷食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是怎麼樣激烈的斷食呢 她就去買那種國外的 所謂那種減肥的類似茶包 還是餐包 代餐包那種 對 然後她買了之後 她就只吃那個 然後沒有吃其他東西 其實那個熱量非常低 她可能搞不清楚這到什麼 然後就可能一天吃個三包 連續吃個一個禮拜之後 開始手抖腳抖 非常非常不舒服 那家人看她很不舒服 緊急送她去醫院你知道嗎 那醫生就形容 她剛到醫院來的時候 雖然狀況不好 但是至少醫師在問答問診 才能對答如流 二十分鐘後突然整個人就倒 就修課 她說真的直接就修課 然後就開始進行急救 結果發現說 有可能第一個 她是長時間熱量太低之外 他們也懷疑她那個 吃的那些所謂代餐包裡面 可能有一些麻煩素 會有其他不良的東西 所以兩種加在一起差點要命 所以就是斷食 你一定要選對方式 就是健康斷食 是對你身體真的有幫助的 但是激烈斷食 是真的會要命的 所以營養師也那個 覺得剛剛素欣講 那兩種方法是好的嗎 斷食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們來強調一下 健康斷食好了 我覺得有一些就是 流質的東西 它可以做一個健康斷食 譬如說我們用一個均衡的配方 就是有黃豆 糙米 或者是好的堅果 譬如說杏仁果 核桃 你這三種打起來 就是一個均衡的營養 那再來呢 譬如說我今天打蔬果汁 有些人在斷食的時候 他會用蔬果汁 因為它還是有一定的熱量 譬如說大家一定會知道 苦瓜 這個很...不好吃 但是它如果配一個蘋果 那這個季節再配個兩個柳丁 然後再來大黃瓜 就是不用削皮 然後你去把它打出來 配一些蜂蜜 其實它味道也很好 像這種健康斷食 就是我們能夠接受的一種方法這樣子 所以其實基本上啦 其實大家斷食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不能說 其實一般人會變成 真的就是絕食啦 你可能一餐兩餐三餐 一天兩天都沒吃 其實這樣基本上 我們身體是一定受不了 而且平時大魚大肉的人 你要這樣改變的話 其實基本上身體一定會 所以無法去適應 所以你要循序漸進 把那種蛋白質肉類的東西 慢慢減少 把一些蔬菜果汁 其實我們節目都要告訴大家 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嘛 只是你利用那個機會 你那一天的肉類油脂少很多 那這些慢慢增加 其實本來對身體是健康的 但你不要想說 把你體內那個什麼 一定要排得出來 那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很多政治人物 一定要看這一集 因為政治人物動不動 就去門口什麼 爵食 爵食 他們以為這樣有健康 是不是 喝一點蔬果汁 免得休克了 對 好 那我們這個 除了這兩個行為以外 還有一種行為 大家也要來看一下 來 戶外的運動比室內好嗎 覺得對不對呢 思考一下 選擇牌來 三個選擇 有沒有 戶外的比較好 只有小潔 你是不是 我有根據的 又有根據 又有根據 來 聽聽看 我講出來大家一定會同意 收回你們的牌子吧 好 那妳先這樣子說妳的 根據的出處在哪裡好不好 我跟妳講喔 大家都知道嘛 就像我們爬山 健行到白天去 為什麼呢 因為晚上只會剩下二氧化碳 已經沒有我們白天 可以吸收的那個 營養化碳 而且晚上會掉到山子 所以 晚上不會 而且晚上會遇到 毛巾 那會有人拿雞腿病 帶給妳吃 幹嘛 然後妳以為是雞腿對不對 吃完以後發現是動物的事情 對 那就是毛巾 卡住機 轉動模式像他要摔下來 對啊 那個玉山有三個 那個黃色羽衣的毛巾 都一定會出現 登山科都知道 三個人 穿著羽衣 我們這一集 有在講鬼故事嗎 對 然後給妳雞腿 吃完以後妳醒過來 發現說都是昆蟲 還有那個小石頭這樣子 對 真的嗎 好討厭喔 這哪裡聽說的 有松生蜜 我好像有做過 我錄了三年的 哪有我的媽這種故事 妳說的 就是 好 我不要講說 去爬山好了 就是他講的也是有道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範圍縮小了 不爬山 爬山了 像我一般 開車可以吧 像我們開車在山上 要回家的路上 白天去的時候都會開窗戶 因為要吸收芬多金嘛 對不對 可是到了晚上 為什麼要關窗戶呢 因為沒有芬多金 因為怕模型要跑進來 會冷 會冷 這是因為冷啊 對 山上去 對啊 反正 而且也擔心那個 後世紀裡面看到 要多一個人 不是 反正好 不想參加 怎麼又回到鬼谷 不想參加了 反正就是 白天有的那個空氣裡面的 營養跟好空氣 晚上是沒有的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都市人嘛 早上就一定都是去上 一定起床就去上班 那我們會選擇運動的時間 幾乎都是晚上 除了假日之外 所以晚上運動 然後吸收一些不好的空氣 我覺得等同於是自殺 好 好不好 OK OK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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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聽看三位圈 Kiki 因為我以前都覺得說怕曬 所以我都盡量在室內做健身房 或是打羽毛球 或是室內游泳什麼的 後來是因為我老公 他那時候氣胸 然後去開刀 結果他切下來的那一小片肺 是黑色的 真的有嚇到我 等同一個人一天 真的 抽三包煙的量 他本來是一根煙都不抽的 不喝酒 對 他完全都不抽煙的人 結果他的肺是黑的 為什麼 因為他常年都在室內 做有氧運動 天啊 他那個因為室內的中央空調 所以妳最近不是才去過而已嗎 我真的可以 對 妳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天身房 那些空調多可怕 妳講得我現在好擔心喔 也是黑的 真的喔 真的 因為那個空調 它是中央空調 它在循環沒有出去 然後它下面的學生 吐出來的二氧化碳 全部上來以後 比妳那個樹木 那個在山上的樹木還要多 還在舞台上 上面又有一個冷氣桶 尤其他老師很少 學生真的超多 就這樣子下來 他二十年這樣吸 就是吸那個中央空調 出來的二氧化碳 結果他的肺 真的是黑色的 好可怕喔 所以我才覺得說 像這種需要大量氧氣的運動 其實在室內 真的不是太明智的選擇 血淋淋 這個Kiki等於間接支持我的論點